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RSI只有67.7 仍未進入超賣區域 MACD指標亦有持續轉強的跡象 公司在2010年年尾上市以來 股價一直反覆向下 上市價是9.5 但去年8月最低曾經見過1.09 跌幅超過8.8 經過大約兩年大幅潛水之後 這隻股份的股價去年年底開始反覆向上 升勢更加由今年4月開始加快 短短兩個月之間股價已經上升了1.3倍 股價見底回升相信和業績改善有關 西達科技在5月中發了營起 預計截至到6月底 半年的業績會大幅高過去年同期的水平 若果投資者有貨在手 不急著獲利套現 看看月線圖 這隻股份可以上市6毫子的水平 多謝收看信網破維股追蹤 明天再和大家見面